肺部瘤早期能活多久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张德信 西岸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呼吸与微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对于肿瘤我们一定要强调早发现早处理 所以每年对于中老年人 每年一到两次的体检非常有必要 因为很多病人都是在体检中发现肺部的有病变 这种病人才是疾病的早期的一些情况 这种情况下我们及时在外科去手术治疗 在他没有转移之前把这种类切掉 那么对这个患者来讲 他跟正常人一样不会影响到患者的健康 也更不会影响他的一个生命的周期 但是如果说病人出现症状了 比如说出现咳嗽了 咳痰了 气短了 咳血了 这些症状再来就医的话 这种情况下往往是这个中流晚期的一个表现了 这个时候大多数已经失去了这个手术机会了 因为他可能已经倾机到气到血管了 这种情况下可能不能通过手术来治疗了 就只能通过一些内科的治疗 就刚才说的化疗 放疗 靶向免疫之间来处理 当然了从处理的效果上来讲 他就远远要差于我们早期发现早期处理的外科治疗了 所以还是要强调一个早期的发现 早期的一个治疗